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邀脑力见证官伊隆敬 有没有关注最强大脑 我一直是最强大脑的忠实粉丝 其实一开始是秦昊秦老师让我看 是吗 你有个节目叫最强大脑吗 里面好多奇人 然后我们两个就熬了一晚说 我们人生真的太平庸了 看着这些小孩子小朋友的 在最强大脑的各种各样的表现 有没有让你想到说 我们家的小朋友似乎也有可能 如果才华是来自于遗传的话 我们家女儿妈妈的数学的遗传经不太好 经过了极场激烈的比赛 我们中国战队的预备队已经组成 他们是张徐韩宇战队 郭飞汝战队 潘子清战队 许瑞航战队 这个邮教授 我记得上一次啊 你跟我们谈到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神迹在现 这些神迹创造者 会回归到这个舞台上来 所以我们看到了 我们久别的几位熟悉的身影 他们分别是 速算赛道 傅海东 记忆赛道 陈志祥 六位赛道 孙勇 魔方赛道 王英豪 我第一反应是 他们不会是来踢馆的吧 这让我就是 倍感压力 见到他们首先第一是很激动嘛 第二就是 我非常想跟他们去交手 体验一下 国际级别的EV1 是什么感觉 都是上过国际才 那么神迹 缔造者 会在这个舞台上 改变一些什么呢 以及四支战队 即将面临的 怎样的考验呢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比赛的VCR 战队选拔赛 分为战队突围 与定点补强 两个阶段 战队突围 四支战队 将共同参与六场比拼 每场比拼 各战队对应成员全部参与 每支战队 拥有初始积分三十六分 每场比赛开始前 各队投入初始积分 至少投入一分 且六场比赛结束后 初始积分不可胜余 每场投入积分确认后 按高低排序 该场比赛结束后 各队根据比赛排名 取得对应数序积分 前三名战队 将分别额外获得三分 两分以及一分 六场比赛全部结束 各队按照获得积分总数 进行排名 游胜战队将成为 中国战队舰队基准 战队突围结束后 进行各赛道定点补强 赛道对应神迹缔造者 将会带来终极考验 四强逐路 再造神迹 中国战队终极六席 见证封神之力 好 玉衡 这样的赛制你怎么看 我更多的是在关注他那个 投分的情况 之前我们比赛就是输和赢 但是他这个打击分 应该是投一回 所以一会儿各个队长也好 然后跟自己的队员也好 好好商量商量 是不是有自己特别 特别擅长和强的项目 我要往上压比较多的分数 五分 那么不擅长的项目的话 我又怎么能够破掉这个 所以这个还是扑说迷离 如果你现在能够回到你做队员的那个时期 你会不会站出来说 那只要我上的项目就压满分呗 我就要你这句话 来掌声鼓励一下 龚博 米呢 只要我上了项目 咱们就压一分呗 这个赛制就也不是说 你战队越强就得到的分越高 策略和运气以及实力都需要 和我预料的比较接近 是一个策略型抢分制度的比赛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值代表的 一个战队愿意为这个项目 所能承担的风险有多大 觉得我们只要有信心 就去压一个比较高的分 没有信心的话我相对保守一定 好 不过邱教授我看到 中国战队的席位有六席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预备队只有四位队员 那多出来的两席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已经收到了 国际战队的领队戴希蒙教授 他发来的国际战队最终的名单 那国际战队就是有六名队员组成的 一名速算选手 一名魔方选手 两名技艺选手 还有两名六位选手 所以我们中国战队的选手 是要和国际战队的选手一一对应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进行两场战队突围赛 会决出一个优胜战队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在我们的战队突围赛的过程当中 优胜战队的四名队员 最后全部能够进入中国战队 不完全是 优胜战队的队长 他可以直接确定为是中国战队的队长 那我们优胜战队的部分队员 还有我们剩余三个战队的选手 如果想要加入最终的中国战队的话 那就必须要通过我们神迹缔造者 大师兄大师姐的额外考验 才能够获得这个机会 才能够获得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优胜战队 既然获得前面比赛的优胜嘛 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所以优胜战队的选手 机会是比其他的选手更大一些的 刚刚教授有说 他既是一个团队战 其实也是一个个人战 我自己真的觉得 每一次你遇到压力的时候 其实都是激发你潜能最好的时候 所以我建议大家 把它当作不是一个困难 而是一个要跨越自己的 一个进步的门 可以把这个门好好的打开 是 听我口令 QQ星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请四肢战队的队员 到备战区备战 好 四肢战队请注意 接下来将为你们公布 本次战队突围阶段 六场比赛的排布情况 我记忆等于连着比两场 对 只有魔方的速算是各一场 就是六维跟记忆不好说 还就六维记忆的比赛多一些 对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对选手 有更多一次考察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即将公布 本场第一个项目的规则VCR 华容道中道 华容道作为中国古老的民间意志类游戏 其传承的智慧之美历久弥新 今天最强大脑将这一经典游戏再次革新 把迷宫与华容道结合 为之华容道中道 每位选手将收到一个被打乱的迷宫华容道 其中包含若干小型迷宫碎片 在迷宫华容道中 推理并画出一条可从起点至终点的通路 限定时间内用时短折更优 请你们运用强大的推理力 争分夺秒 全力以赴 各位选手请注意 项目规则VCR已播放完毕 接下来四支战队将有十分钟的时间 进行本场比赛积分数量投入的考虑和抉择 各位开始 看看他们怎么去投入这个分数 我知道我自己擅长什么 我自己擅长就是比较擅长那种 数字方格的那种推理 但是这种带盘面呢 我没有比过 如果按十满分十分来算 你觉得大概擅长度大概是几分 感觉七分吧 不算很擅长也不算不擅长 我觉得最后一个六位项目还有机会 我觉得这个上就给我一个平均数吧 这个项目潘子星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擅长 这个推理不是你的强项吗 这个不是 这个真的 我不确定 不特别好 不特别好 跟别人比 那要保守一点吧 潘子星也说自己不是很擅长 宋星泽也说自己不是很擅长 没有那么自信 那我这个项目先保守一点 平均数吧我觉得 可以 对 那我写了 那你写 好 潘子星他们都已经确定了 几分 写了几分 在第一个项目头六分 其实我觉得是我一个比较保守的操作 因为可能我对自己的自信心没有特别的高 希望还是以一个平均的成绩 起到一个平稳的开头 潘姐这一组真的很快 就潘子星是压少了 压少了 对啊 她剩下的分给那几个的话怎么分配呢 就是啊 不过潘子星有两个项目 她有两个项目 她六为要打两次嘛 对她也可以先保守一点 那我们就按个压个平均 六五 我现在非常担心这个韩宇 韩宇一到这种算分的环节 我就特别担心她 能不能算明白孩子 总是质疑我们一个速算圈上的算数能力 她每次赢了这个需要放一些分什么的 我就感觉特别紧张 那就我们不要按项目平均 我们按人平均 9999 9999你就根据自己的对 然后比如说强的就多个两三分 可以 没问题 那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九分里的一两分给韩宇 像这样 可以 没问题 那我九分相当于一轮四一轮五 对 那我给一分给韩宇吧 我两轮都四吧 可以啊 十二 就是可以给韩宇加 但不要加得太过分 对 韩宇一个人拿十二分出来 这个成绩就非常好 因为我们两个 对 你们两个项目可以四分 对 对 那当时就这么盯呗 韩宇很有自信 对于初始的压分 我们战队总体上来说是比较求稳的 我们团队压分的重点应该主要还是在张旭韩宇身上 就是六分的最主要一个特点就是不是特别绝对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这个排名可能会非常离谱 那其实我觉得六分是合理的 毕竟是谁嘛 看看他们 对 看看他们其他对他们的 整体的一个策略是什么 就是看他这个会不会是激进一点 还是怎么样一点 那先大概定个六 可以吧 那我们先写六 六分是很保守的一种给法 六分 但是潘子星他们都只写六分 我估计就是别人也不会太超过这个 你也写 写数字 写大一点 几 几 七 七 那他投的分数最多了 相对来讲宋星泽还是最有自信的了 对 备战时间开始 滑融道可以说也是我们最强大脑的一个经典项目了 就是我们在第五季的时候 第一个比赛项目就是数字滑融道 另外呢在第五季的比赛当中 杨英豪还和张孟楠比了这个滑融道的一个升级的项目 叫做迷宗推盘竞速赛 当时杨英豪是取得了三局连胜的好成绩 还有呢去年我们有一个项目是六边速滑 也是这个数字滑融道的升级版 就是那个50进25那次是吧 对 当时也是杨英豪获得第一名 第一名杨英豪 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是升级版的滑融道 所以难度肯定比之前是有所不同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段难度动画 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呢就是传统的数字滑融道 一共呢是有15个数字滑块 其实选手就只需要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 把它给排列起来就行了 那现在就是我们比的这个滑融道中道 它一共是有99个迷宫滑块 所以还是只有一个空圈 那这样的话这个滑块移动起来 它肯定就比这个只有15个滑块 难度要大很多 要慢很多也 现在的这个项目 它每一个滑块 其实都是迷宫的一个碎块 它里边也是3乘3也是9个小个儿 对 它里面就是有一个 要画出一条通路来的 那所以选手最后呢是要 从起点把迷宫滑块 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 能够形成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通路 起点不是一块 是一个小格是吧 对 每一个迷宫滑块 它里面都是有这么一个路径的 有开口和出口 这是唯一解的题吗 不是唯一解 这好像那个接水管 就是那个 对 从起点到终点 但更复杂一些 没错 这个是不是到最后一下 如果发现前面全是错的 那就得重来 太难了 接着往下看 这些前面都是对的 走到这儿走不了了 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滑块 能符合要求了 那就等于说前面的这个路线 也都全错了 那叫全部重来了 所以这样就花费很多时间了 这跟以前的项目 还是不太一样 对 以前的项目 你是能够看到结果 然后你去推导它 这个是你看不到 因为我们有一个总的现实 所以就算是前三名选手 都已经完成了 那最后那个选手也必须要完成 他不能自动获得第四名 因为有可能存在 他最后在规定时间内 还是连不出这样一条通路来 那分就没了 没了 刺激 好啊 那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 这个有现实吗 有 45分钟 右下角有一个划线 就如果你确定了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迷宫的通路 用划线先连起来 好的 好难啊这个 这这这这这 这没有任何的头绪 只能蒙啊感觉 这好复杂 我脑子已经乱了 我发现这还有一个难的地方 是一着一着 就被它给搞眼花了 而且你的路径 一旦进入这个格子的中间 它会影响你其他的移动 对 就会卡住其他的块了 这个对视觉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我怎么已经没有能用的块了呢 哈哈哈 而且看着格多 这能用的不多呀 哎我在怀疑你真的是 不不为一节吗 哇有一些格好变态 他竟然只有进口 没有出口 完全没有 没有出口的格很多 因为我已经记不住了 我先画一下这 我感觉我玩到没电 这都不一定能做出来 这是 从这开始 哎不行 你这第一个就错了 第一个就错了 单看这个进度的话 庞博是暂时领先 水哥没有画线 看不出来 不用画线 那眼睛画就好了 我觉得我这已经错了 因为我好像已经没有能用的块了 这都不是能不能移过来的问题 就是没有了 哎 为什么中间进度是往右上出呢 对 他讨厌了这 他就是增加难度 这块真不能旋转啊 这时候需要来一包Q星原生DHA纯油奶 每包还有23.4毫克原生DHA 手术要游 脑力也要在线 对啊 作为资深的宝妈 我特别喜欢这种自带DHA的原生好营养 配料只有生牛乳 宝宝喝很放心哦 我来观察一下这些选手的备战 现在潘子清已经做出来了一题 真的啊 对 果然是他 很厉害啊 那么他投了六分 就说明还是相对保守了 他可以多投一点 宋兴泽是不是也做完一道啊 太厉害了 这些孩子 那其实这一场的话 得第二名 得第三名 都可以得六分 但第一名还额外多三分 对啊 额外多三分 不容易慢慢翻就很难 备战时间到 请各位选手停止备战 战队突围的第一轮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投入积分最多的是 许瑞航战队 我要提醒许瑞航战队 一旦你们没有拿到第一的话 那么这个积分就要拱手让人 QQ星原生好营养 脑力全开 势不可挡 祝你们好运 各位选手请做好准备 听我口令 三二一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哇 这个这个不想象的 很成像那样的 这个一般的成像 看着好晕啊 这个也比较考验观察 对 其实是观察 对 这是迷宫 不是滑融道吧 滑融道重道呢 是升级版的滑融道 它的滑块数量更多 它一共有99个滑块 那这个就需要选手 仔细地去考察 每一个迷宫碎片 入口和出口的位置 这个就给选手 在进行全盘推理的时候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它的这个难度 要比数字滑融道 高上好几个量低 包括里面你的观察呀 然后你的创造呀 其实也很考虑 一个人想事情的逻辑 对 对 对 真挺难的 我怎么已经画了潘子清 你咋那快 我是谁呀 怎么打那么快 潘子清啊 京昌这边是 哇 鲁京昌也很快 鲁京昌和潘子清 差不多一样 我想知道 宋欣泽和李可仁 是不知道 我可以中途划线的吗 我觉得中途划线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哇 李可仁也挺快的啊 哇 李可仁一下 这么快 我觉得 前面几步 确实是走得比较快 因为比较顺畅 然后我想把前面几排 都弄完了之后 再标行进路线 这样会快一些 可仁连到中间了 已经拼了很多啊 他拼了三分之二了 你看 宋欣泽怎么不画呀 那宋欣泽一点没出的吗 宋欣泽还没画线 就他一个没画 其实我的策略是 从两边往中间靠嘛 因为被标注的方块 不能移动了 所以我觉得那样 可能会去减少我 接下来的操作空间 所以我还是更倾向于 相信自己的方法 宋欣泽还可以 他的规划路线已经 虽然没有画出来 但他已经不出了 宋欣泽以后 会不会职业以下都出来 他搞不好最后职业到底了 你怎么办 哎那边刘金昌 刘金昌很快了 很快 他这很快 他还差三四块 就要到终点了 还有四个 哎等一下啊 潘泽青最后的也是通的 对啊 他什么时候让后边已经通了 好快啊 对啊 对啊 穿在那中 有过来的团子 我从自己的游戏 哇 这感觉就差那一块 如果它能通下来呢 但是关键有没有那个快 哎 卡住了好像 潘泽青滑了一半就卡住了 又上了又下了 潘泽青差两块 对 但那两块挺关键的 对就是最难的两块应该 对 啊 宋欣泽是啥情况 可能陷入困境的宋欣泽 怎么这么少 他是卡在那个中间嘛 嗯 也是卡在中间 那前面也画完了 哇 前面也画完了 这也是他中间两块 对 我感觉李肯仁堵住了 他停在那很久了 刘金昌也卡那了好像 全卡住了 咱们现在都是差个一两块 嗯 现在大家这个作答 这个速度 这个频率啊 懂吗 越往后应该越慢 陷入僵局了大家 因为他这个题挺有迷惑性的 是 刚开始会很顺 对 你觉得怎么弄怎么有 怎么弄怎么有啊 这个项目就是 哎呀 其实是难度藏在了里边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都能上手 但是 你两边一对接 或者是到最头上的时候 缺的那个 可能就已经被用掉了 你这个可能是没有解的 刘金昌是不是走得死不通了 我觉得也是 因为他一直在那没动 刘金昌已经卡了很久了 他找不到有能用的吗 刘金昌他其实 差一块 对啊 但其实他现在呢 可以变力整个的图 发现有没有这一块 没有这一块 就代表你 就得你至少要重来 两到三块 对 如果他一下要动的话 他要推翻很多 要退 要退 就是根本是一条 行不通的一条死路 对 这些都不是你依然使人们 看出来的 所以当时 确实比较焦急 我现在觉得刘金昌 可能完整不了 他这个找不到呀 他推倒重来的是吧 这一下就要再改 这边没有又想换 这会不会刚刚 不能这么多 你这种如果你是想着说 前面大部分不变 然后找一个换 这个其实很难 对 就是你要舍得伤 对 对 还是要走上第一 走上第一 走上第一 你不能再有错 他干嘛了 他退回去了 倒回去了 倒回去了 潘子芹已经退了 不好弄了 不好弄啊 不好弄 加油 加油 加油啊 这种都是往左拐的 左拐到右 这里 潘子芹 好快 好快 出来了 出来了 通了 潘子清通了 通了 通了吧 通了 选手潘子清完成作答 厉害 太厉害了 他抢弄了他的气氛 太强了 我们突然就完成了 比赛时间剩余25分钟 潘子还远着呢 潘子已经改了开头了 哇 潘子在大改啊 看到没 那就这样 那个行不通 那完了 可人不是一条路吗 可人 可人过了 哎 哎 李可人结束了 李可人也结束了 哎 没有 哎 没有 不是 他过得去啊 他过得去 凶手李可人完成作答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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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胜利用时20分钟 哇 抢了四个啊 可以可以可以 哇 真棒 李可人没丢什么分 对啊 没丢什么分 他就赚了 对 他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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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题的第二个第三个差别不大 对 现在看假如说他们两个做不出来的话 那还拉的距离比较大 对 对 你还有做不出来的压力呢 对啊 他就是零分 做不出来零分 我就感觉刘金昌那个做不出来了 感觉也走不到了 他看似只差一块 但其实差好多 对 就跟我那情况是一样 刘金昌有点尴尬啊 他这里卡了很久 宋星泽他没有划线走到哪了 反正上面他就已经卡住了 他好像是那个黑块的那个左边那格 是他连接的那个点 他差一块 他为什么不划线他好厉害啊 就习惯问题 刚才我做的时候就是记住了 就没去划线 嗯 但我觉得在这会儿 这会儿画上线是对的 因为你大概知道 能重来推倒多少格 对 不然你纯靠记忆 其实潜意识里 会消耗一些精力 在记忆这个东西上 他一直在调整中间 因为他应该是先拼头尾的吧 嗯 但我觉得他应该头那儿 可以划个线 至少给我尾做个参考吧 嗯 所以他在自己画那个通路的时候 每次都 你看我看他的手在这样动 每次都要浪费时间 是啊 他找到了 操作好快 嗯 哎 哎 可以了刘金昌可以了 哦 完成了 完成了 偷了 偷了 OK 来了 金昌同学 Let's go 刘金昌 做到了第一 宋星泽快跑了 挑战剩余时间13分钟 我觉得宋星泽多多少少 受他这个压的分的影响 一个一个就提交了 那就是心态 每提交一个人 对他这一次打击 哎呀要是我 我就崩了 破坏破摔了我感觉 这会就是最好还是文文当当 把分数都拿到了 对还是要做出来 比赛剩余五分钟 五分钟这压力太大了 如果整个要重做的话 五分钟 也很难了 对很难了 他还得花个一分钟画线 画线 对啊 又喝完了 QQ星真是喝不够 搜索活力一粒微信小程序 参加QQ星24小时闹力巅峰赛 前100名可瓜分1.5吨QQ星牛奶 还能赢大金币实现QQ星自由 主力宝贝智慧成长的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提醒您最强大脑燃烧吧大脑精彩 稍后继续 QQ星原生好营养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本节目由助力宝贝智慧成长的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独家冠名播出 下载天宫APPAI助手可及 解锁最强脑力 感谢能搜能聊能血的超能AI助手天宫APP 特约赞助播出 比赛剩余五分钟 五分钟这个压力太大了 如果整个要重做的话 五分钟 也很难了 对很难了 他还得花个一分钟划线 划线 对啊 比赛剩余最后一分钟 这下载二分钟 三十秒 三十秒了 不行 没有了 十秒 放弃了 没有奇迹了 好 请四位选手到我身边来 QQ星原生好营养 助力老王闪亮登场 我们祝贺潘子清 李可仁 刘金昌挑战成功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各战队 本场比赛的积分情况 潘子清战队 十分 张徐涵宇战队 八分 郭飞荣战队 七分 许瑞航战队 暂时不得分 比赛是残酷的 金昌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我其实还是不太满意的 因为我在最后 耽误了特别多的时间 包括 其实我的战队投了六分 也不是一个小的分值 我还挺对不起我的战队的 现在你加了一分 按道理来讲可以了 你讲对不起你的战队 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实力 完全能够超出今天的表现吗 在我预期是这样的 但我可能对自己有点误解 子清为什么那么平稳的 就拿下了这场比赛 也不是很平稳 就是在当中有很多 修改策略和路径的过程 遇到难题就立刻放弃 好 我觉得就是潘子清 有点可惜了 在自己的一个优势的项目上 作为队长出征 其实在自己能拿下的比赛里 应该投入一个 更好的一个分数 因为我在一开始知道项目的时候 其实我对这个项目不是很有把握 我觉得星泽应该在这个项目上 能力会比我强一点 星泽我想问你啊 咱们这个战队一出发的时候 是志在必得 但是后来耗时则很长 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在备战的时候 一直想遇到一种情况 然后想研究一下怎么解出来 但是备战的时候运气比较好 没有遇到那种困难 但是在比赛的时候遇到了 对 然后心态也没有调整好 就是技不如人 然后赶拜下风 比较对不起我的队友们 然后下一轮我一定会赢回来 好 掌声给星泽 我想请问一下 星泽你为什么不划线呢 不划线就要一直靠记忆 这个记忆会不会消耗掉你一些 做题的能量呢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 我 刚刚我想的是 你画了线 然后它就不能移动了 但你知不知道可以撤销 然后再移动 是的 是的 你知道的 多虑的 多虑的 就是一个字菜 菜 今天其实我觉得紫青啊 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和出色的发挥 当然呢 我觉得更惊喜的就是可人 因为可人呢 通过他以往的表现啊 确实都是排名相对靠后的 是 所以这一次能够取得第二名 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那这个星泽呢 其实这个题目 确实有很多的一些陷阱 可能星泽就是陷在那个里面了 你不要就贴标签说 我就是能力不行 我就是菜 你这个呢 说给他们听行 你都不能说给你的队友听 因为你这些话也会让他们没信心 所以回去之后 你自己好好复盘一下 我希望下一场比赛 你们都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孙永啊 六维是你的长相 你观察下来以后什么感受 骑泽 其实我刚才可以看出 非常沮丧的这个心情 我非常能理解这种心情 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 你来参加这个节目 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 今天在第一轮 你投出了七分最高分 你就已经是 第一个有高官的选手了 谢谢 好 谢谢孙永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这只是战队突围赛的 第一轮比赛而已 所以接下来 请各位战队 抖手精神 做好准备 提供考虑 QQ星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请四肢战队进入备战区 备战 准备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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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运用强大的推理力 争分夺鸟全力以赴 他手伸进去 看不见 比你的理解 镜像很难吗 镜像肯定是不容易 但是魔方选手呢 有些在教魔方的时候 站在你对面 他也可以告诉你怎么去拧 说明他们其实有很多选手 是可以适应镜像的 但是自己拿在手里的时候 看着镜子 还是不容易的 但他是不是有一些规律啊 所以这些规律 不会因为镜像打破吧 他等于很多公式就反了呀 就是上下不反 但是左右反了 很简单的一个项目 很简单 刚想说很变态 你觉得你能够拿力竭 第二左右 第一有个韩野生 你想从这里面挣几分 你就可以花几分走 张伯帆要写了 张伯帆要写了 张伯帆那么快啊 他们就是谁上 谁自己决定 我看 很民主 对对对 六 他们就很平均 很平均 我现在就是关注这个许瑞航 许瑞航是不是一个 特别能下狠住的人 他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失去的 魔方跟速算 就这一场 擅长的就应该使劲拿分 对 他们不像 记忆跟六维 我还能再有一场 许瑞航肯定要投一个最高分 感觉还是 运气战比比较大 所以还是不敢投太多的分 我觉得这个谁很有胜算吧 韩野真 韩野真和张伯帆都很有胜伤 然后张安宇感觉比较保守 他们都很有胜算的话 他们肯定会多投一两分 那我们就 五六都可以 五分吧 还尊重你自己内心的想法 是最好的 也像输了我 我背过了 没事的 可以了 一些 要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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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五分 五分 不可能 至少写了前面的一位数 五分这个 这就算赢了也赶不上了呀 只能理解成他们就是想去抢别人的 抢别人的 抢别人的你就应该投一分 对 抢别人的 完全没得到那么多分了 自己优势项目 其实 哎呀 就应该是实际咋 我刚听许瑞航的意思 好像是他也不是很有信心 唉 但如果他对自己这个项目 都没有信心的话 后面他哪一个项目有信心 他们对 他们只有记忆了 这个许瑞航这是什么意思 就看不懂了 看不懂了 连我这个数学不敏感的人 都觉得这分 对吧 太少了 他那个分不是少多少 你就是给的莫名其妙的 我当时抢了五分 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 对我来说不是长项 但也想给队友们不要太大压力 所以说也没有压得特别低 那这个是不是和马尼差不多了 先失败吧 刚刚许瑞航 他们应该会投的分比较多 因为他们现在手里分还比较多 我们这么想 你投八 如果你拿几一 那分就是你的 他们有可能都是投的第一分 如果我们投多的话 只要不是三四名 其实一点都不亏 怎么样 我觉得八分比较合适 就八分 也可以 韩叶珍也可以的 也不错 韩叶珍也确实很强 确实也很强 就看看张安宇投几分 现在我们分数是最多的 可以三十二分 我感觉许瑞航必定能拿第一 他这种压力下 如果直接玩 就是心态很好 大家练许瑞航应该是很快的 但是许瑞航的心态波动很大 对 那他会不会 反倒因为保稳 他故意给一丢丢 那要不我们给个平均的 七吧 这个就有道理 七 对 七 没问题 哇 这个实验一下就会发现 你的手根本不听实话 哎 哈哈哈哈 我本来以为这个难度就是说 比如说速度会慢一半 因为你需要一个翻转 但其实难度不只是一倍 因为整个的规律都反过来了很多 你会忍不住来看自己的手 对 我觉得忍住嘛 所以就是很难 这节目的好处是显得非常不聪明 也没有关系 哈哈哈哈 我觉得三角好拼一些 三角我觉得好像受的影响不大 三角没有 几乎没有翻转 哎 我好像找到一点方法 你本来玩魔方吗 我是在这个节目学会的 哦 是跟水哥学的吗 自己琢磨的 上次昆琳你教会了吗 啊 教会了 哈哈哈哈 这是这个节目第二个那个误区 你会开始比较啊 哈哈哈哈 他会了我也得会 哈哈哈哈 我的心态也崩了 没有 没 来来来来 没关系 我不弄了 叫三接 叫三接吧 我们来比赛唱歌 叫三接 叫三接 我教你唱歌 搞不好唱都很好 哈哈哈哈 大家觉得不难可以试一件事 就是你对着镜子写字 哦 哦 你就会感觉到难 我们先进行这个简单挑战好不好 看看能不能对着镜子 把自己名字写出来 哎呀 那这个我合适啊 我那王好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好难啊 哎 我能不能姓王啊现在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点的方向就是反 反 已经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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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首先啊 我可以写出一个 现在这样的在镜子里是对的 啊 对对对 看镜子是对的 但是 那就应该是 哎 这个点对了 对了对了 我想啊 哎 那个片反了 反了吗 那那个点也反了 哦 这片在这儿 我这写名字都这么难 这还这还你模仿我这是 我觉得真的 你还不写Q性呢 我连我的名字都不会写 我忘了怎么写 哈哈哈哈 你对着镜子就会 就会忘字的 对 就是直接忘了那个字 怎么写的了 对 就会想不起来这个字 而且他们是完全看不见 对对 这真的是我的盲区 我们看一下选手的备战 哈 他们现在也在练习对不对 对 他们在他们在适应 哇 那个小可爱好 手速好快哦 他怎么这么快啊 潘雨震也很快 对 我感觉对他们造成的困扰 不是很大啊 会不会有人在这抽屉里 是一个蜥蜴什么的 这是一个牛蛙 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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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来了宝宝 嗯 完了 完了我爱上他了 是个淡定的劲儿 哎呀 要是小朋友 要是拿一滴还挺好啊 对啊 他上回也是做得很好 嗯 他练的魔方时间短 反而固有的那个路径 对他的影响没那么大 我感觉许瑞航好紧张啊 可能是真不自信 张伯帆的这个纯手速还是真挺快的 小朋友真的很厉害 他们都在适应 各位选手请注意 备战时间到 请四位选手来到现场 好 这么少 对 他入我前面 好 好 他好凶啊 对 好 各位选手请注意 所有的魔方 我们裁判都已经检查过了 我们都按照 同样的打乱的次序 排放在挑战位上 你们是看着镜子 观察魔方 操作魔方复原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手不能超过操作项目 如果超过的话 裁判会要求你重新复原 明白了 好 这是我们在最强大脑的魔方舞台上 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 考验四位选手 现在请裁判组的裁判就位 请挑战选手到挑战位就位 请刻注揭开魔方遮挡板 哇 哦 一个里边有大的有小的 每个里面是两个 然后一共十二个 观念他每个里面放的还是不一样的 哦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主持人所有这招也全部掀开 好 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替我口令 哇 好紧张啊 加油加油 QQ星原生好营养 脑力全开 势不可躺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所以他们转的过程中是看不到的 对只能看镜子 就单身很难 你刚刚试过就知道 很难 真的 许瑞航还是最快 哎呦 张博帆 哇 二阶张博帆好了 第一个还是许瑞航比张博帆快 二阶这个拉开的差距非常小 那那也是 嗯 其实最难的是五阶 这个五阶是会拉开时间察觉 五阶应该看看那个张安云的 张安云的时候五阶比较快一些 看看谁先到第二个箱子 感觉是有影响的 因为我看那个小朋友他会下意识地把 魔方往自己面前靠近 对 就是他们得打破自己的一个肌肉的习惯 嗯 这个竞争摩像啊 感觉好像只是放了个镜子 是不是我们只是面对面而已 但实际上差别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些魔方选手每天都在这里拧 都已经形成了肌肉条件反射了 所以当有一天反过来的时候 他的手可能会不自主地拧错 所以他的速度一定会放慢 还是很难的 就比如我们现在所有人 我让你拿所有去写字 一定是不一样的 好 好 差不多两个人 徐瑞航快一点 张瑜比我想象的要慢 徐瑞航差不多了 感觉他要完成了 哇 徐瑞航可以的 徐瑞航 哦 好 徐瑞航还是第一名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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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第二个 张伯帆加油 我感觉张莫凡快了 哦 还验证第二个了 哦 好了好了好了 不三好了不三好了 哎 现在只有张安宇还在第一个格子 张安宇反而最慢的 张安宇这边还在拼啊 哎 他们现在差距不算太大 那雪人好像很快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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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快 那张安宇落后了不少 是 第一个箱子是一个小魔方和一个五间 然后五间出了个大错误 在做棱块的时候 我把中心块打乱了 就导致中间四面的中心块有很多横条 但是这些横条彼此之间非常的不匹配 这个浪费了很多时间 哦 徐瑞昊已经到第三格了 哇 啊 韩叶珍也到第三格了 张波帆也到第三格了 哦 张安宇 哎呀 张安宇来到第二格了 对啊 这个掉到外面 选手张安宇 二行翔金字塔魔方掉出 红线外 请为张安宇替换一个金字塔魔方 啊 他怎么了 什么金字塔魔方掉出啊 掉出去了 他没看见 哦 哇 徐瑞昊就第几个了 快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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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真快 你看他越来越熟练了 啊 张安宇终于也到第三个盒子了 啊 差距很小哎 啊 徐瑞昊好像快一点点是不是 啊 快一点 对 哦 第四个了 第四个了 哇 厉害厉害厉害 厉害 哎 这.-咯 等 films又睡了 是不是觉得张伯范那种场地线 觉得他很多的发幅 活 Point 够不着 对 站出来 她反正许多高比刚刚慢了一点 大闇 Ư 真的 来 其实这个项目还是要看高阶的那个 因为高阶会拉差距嘛 二阶三阶他的差距就很小 张爱宇又重新要拧第二个箱子里的 韩页真领先 第五个了 哇 第五个 哇 可以 她们就差一秒钟 好快 金字塔 成功 快 这 这 这 奇妙啊 我的天 哇 可以 我这把还可以 还可以 不翻好了 不翻好了 太刺激了 啊 徐瑞昂也是了 对 在开始中 最后一个是一个三阶 一个四阶 就看谁快了 最后这一下 很快 他手速超快 徐瑞昂还是第一名 厉害厉害厉害 最后一个四阶很关键 张爱宇也是最后一个 跟韩页真也是最后一个 哇 最后一个 不好说 好刺激 不好说 好接近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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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天哪 我天哪 徐瑞昂快一点 感觉快要完成了 拳手许瑞航 拳手许瑞航 五号箱写传魔方 未还原成功 请返回还原 还得返回 那他肯定不行了 慢了 失误了 这胜负应该就是几秒钟之内 就最后五秒钟了 看是谁 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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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啊 你以我自己最后行 加油 加油 张伯帆快 张伯帆快 现在 张伯帆完成了 选手张伯帆完成比赛 韩叶珍也完成了 哇 差一点 选手韩叶珍完成比赛 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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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谁的碎了 许瑞航那个碎了 对 他把他麻烦拧抱了 他怎么了 太紧张了 手劲太大了 可能 选手许瑞航完成比赛 他肯定对自己非常不满意 他肯定对自己非常不满意 而且他是队长嘛 是啊 这孩子压力太大了 二里说他应该是魔方这里面相对来讲 最强的 对 如果说那一把鞋转魔方没有出错的话 那我就是第一的成绩 虽然说我之前几个魔方做得非常好 但是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那个失误 更多的还是对不起这个团队吧 作为队长没有拿到第一的成绩 比较难受 选手张安宇完成比赛 请所有选手到我身边来 Q星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我们祝贺张安宇 张博帆 徐瑞航和韩叶珍挑战成功 好 根据你们比赛的成绩 本场获得的分数是 潘子清战队11分 郭慧荣战队9分 徐瑞航战队7分 张徐涵宇战队获得5分 真是惊心动魄啊 博帆 获得高分感言 挺高兴的 其实我觉得我这次发挥也不太好 最后一把世界中心都拼错了 你知道有三个字叫反尔赛吗 不信你自己掉那个GROPRO 来 掌声给我们张博帆 瑞航 对现在第三位的成绩满意吗 不是特别满意吧 因为其实我在复原的过程中 有一把鞋转模方是无效的 如果说那一把正常发挥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一的成绩 来 掌声给瑞航 来 瑞航 看大家暂时成绩是什么样 好像更多的是像内观 看自己在做的事物是什么 而不是去做比较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得 这四个小朋友都很棒 其实我觉得就是从观战的角度来看 我个人是觉得魔方赛道是最精彩的 就是中间经常有你追我赶的过程 其实刚才的比赛过程当中 我看瑞航一度是领先于博帆的 但是有一个失误 结果后面就是博帆和叶珍都抄到前面去了 这个失误可能某种程度上 是不是也包含一定的这个心态的问题 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瑞航战队的成绩是最后的 队长那可能就背负了更大的压力 所以导致中间出现失误 那我想接下来不管是哪一个战队吧 就是不要再把这种心理的包袱 带到赛场上来了 全身心地把专注力放在比赛本身上 王玉豪看到整个比赛你什么想法 我自己有试过这个项目 它的难度其实是非常之高的 每个选手可能是都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一个项目 像有一些手速比较快的选手 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发挥出他的优势 可能考验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力 和推理力 然后我也想对今天获得第一名的博帆说两句 因为博帆的话 他是从小就开始跟我学习魔方 然后作为老师来说 我看到他今天这样的一个表现 是非常替你感到骄傲的 希望你可以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越战越勇 谢谢英豪 我们来看看四支战队 两轮比赛之后的总成绩 潘子清战队21分 郭辉荣战队16分 张群寒昱战队13分 雪月航战队7分 失败只能让我变得更强 不管怎样的困难我都能战胜 我们团队也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们团队在调整好心态之后 我们会追赶上来 请各位选手回到自己战区位 就位 前面两场战队突围赛已经结束了 即将迎来的是第三场战队突围赛 QQ星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请四肢战队进入备战时刻 一个熊猫头像将印在两个小立方的六面上 随后将若干族不同的熊猫小立方体进行打乱 随机拼接形成一个大立方体 选手限时对其进行记忆 挑战开始后 大立方体中所有的信息消失 选手通过输入熊猫小立方体坐标 完成相同熊猫头像消除 最终按熊猫小立方体的消除个数排名 若消除个数相同 则累计用时短折更优 请你们运用强大的记忆力 争分夺秒 全力以赴 欢迎进入天宫开悟时刻 与能搜能聊能写的天宫APP 一起进入萌宝寻踪 反正就是最坏的打算 许瑞航他们对 我觉得他们会出多一点 我觉得最差就得外名 就是我跟黄敬堯博弈 其实张兴荣跟黄敬堯这两个项目 我不知道谁跟强 其实他们比了两轮了 现在分数稍微有点拉开了 大家的策略就不一样了 对 尤其是像许瑞航他们 其实可以投大分 投大分主要是看张兴荣 他有没有信心 张兴荣我感觉他会出多一些 对 你看他现在不是二十四分吗 二十四分 四个项目是六分 他可能会出到八分左右吧 如果我们出六分 那我们就算 我们拿第三就能七分 就二十分 那就二十分 许瑞航他们得拿到十三分才能达到二十 就是拿十分然后得 拿十分才得第一 但是拿十分那个风险就是黄敬堯 万一把他第十分给抢了 他就亏了十分 那他就更完蛋了 所以他应该也不会超过十分 那我们再怎么也在许瑞航他们前面 那就六分 六分是最合适的分数 我觉得对你来说就是要么就冲高一点 我们赢第一名的分数 要么就是球本 然后你不要把分定太高 我也担心一点 比如说我弄个小鼠弄个十分 我们就要弄个六分 就假如说他第一名了 他把我们十分拿回 现在我就只拿个六分 对 现在我就 我要期望就什么呢 就是黄敬堯也都拿点 我也都拿点 就是你原先预想什么八九分 我原先预想十分 我跟他一样 我觉得这个项目 我也是第一第二 所以说如果说张希荣出多的话 也是可以拿回来的 其实他俩现在的想法 可能就是他俩自己 最想谁拿第一第二 可能会他们俩之间自己博弈 咱就正常比 对 没有任何压力 学习 学买一解释 哦 郭飞荣要选了 那是一吗 他投了个一分 他真的只投了一分啊 十一把呗 反正我们还有十四分 投掉十的话 四五六 四五六当中放个一 诈呼他们 几分 那就十 十一把 九九 九 好 行 保守一点 可以 哦 可以可以 九 他们投了九分啊 他们这局再赢就真的拉开距离了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平稳的方法是最有效的 他们其实真的怎么放 反正没必要放多 因为他只要保住自己第一位置就好了 对 我是觉得瑞航他们不用犹豫太多了 他们一定要让四个项目的分数拉开 两个很大 两个很小 这对他们才是最有利的 而且瑞航他们这个项目 还是真的能可以拼的 我们想的就是拿第二名的分 还是说争论一下拿第一名的分 拿第一名的分 那就只能是我们自己出给第一名的分 嗯 我觉得拿自己的 嗯 我个人的话比较倾向于十分吧 我反正今天决定 十分 嗯 反正我们就六分吧 备战时间开始 你看我们现在选手开始备战了 备战的时间呢是有一百八十分钟 这次的这个记忆项目是我们本期第一个3D立体的记忆项目 我们这个项目会用到不同的熊猫的图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动画 我的天 你看这两百五十六个熊猫的图案平铺这样展开 而且有很多熊猫都很类似的 哦 那这个首先是对选手观察力的一种考验 另外呢我们选手玩的是八乘八乘八的这样一个3D的立方体 哎 那很多记忆选手 比如说他习惯用这个记忆供电法 那假如一层的话 相当于走完一个大平层 但现在呢我们有这个立体的八层的话 那他就要把这个记忆的供电变成八层 那这个就大大增加了他们记忆的难度 好难啊 那另外呢我们选手答题的时候 他们就是输入坐标的数字 哦 是没有任何的白膜来辅助的 哦 那选手规则是只有露出来的这些块才能够消掉 哦 我们可以看下面一段动画 好那这一块是在外边的 跟他相同的这一块也在外边 哦 那这两块就可以消除了 假如有这一块是在里边的 那这一块虽然跟这一块是一样的 但是外边这个没消除 他们俩就不能消除 哦 所以说呢选手他其实有一个消除的顺序 这个惨无人道的题目是谁想出来的 对啊 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个简单的版本 就是八乘八的二滴的一个版本 现在呢我给大家十五分钟的时间来记忆 开始记实了 哇 真的 我这咋记啊 我的妈这咋记啊 你就记消除的顺序啊 对 但是我的记忆容量大概只有四到五个 我是鱼的记忆 这也太难了 而且他还得先排好这个顺序 然后再记 对对对 就是得一边推理一边记忆 对 这咋记啊 这外圈真的有的只有在里面也 那咋办 他可能是别的消掉之后 他就会露出来 哦 明白 对对对 这时间对我没有意义 我没有方法 意义不大 咱们开始吧 反正没有意义 开始开始开始 哎呦我其实我这开始之后就不可能记住了 这咋在这里 还有还有还有万秒啊 对啊 第一件就失败就发十五秒 哎呦第一件就失败了 什么呀 对呀什么呀这是 啊完了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是吧是吧 是有五秒五秒是 对哎呀真的玩了三个就不记得了 哎呦真的这玩意没记住就真的没记住 好了放弃了 确实记得太少了 对 我们这个二滴都这么难了 他三滴更难了 你看那旁边在写数字 就是先把解题的顺序先给记一下 他每个人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你看黄金瑶根本不动笔 张兴荣这个是在画格子吧 对啊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最后的编码方式 一定是不一样的 他们一定是要转换成自己最熟悉的码 对 因为我们平时呢 是习惯的把三维空间转换成二维空间来思考的 因为二维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的 所以这个空间思维对选手来说就是第一重的难度 哎呦我现在怀疑他们 有可能会出现有些选手是不是没法完赛 因为你一旦记忆出现了错误之后 就很可能会没法完成 很可能完成不了 对是 还不动 是不是卡住了 没有吗 在眨眼 这个还挺考验心态的 因为你这题你做一遍 你都不一定能保证自己是对的 对啊 你只能忙着做嘛 你不能验证 对 他在那个电脑上不能这样子的削着做嘛 对啊 张兴荣跟王美智一直在写 彭尼瑶跟郭飞荣不太动比 张兴荣写的时候他都很少看屏幕刚才 现在才坐过来看 写了个屏幕 对我觉得他把图都画在纸上了 他会不会是把 比如说八个面十六个面 他把八个面十六个面全部编好 也有可能 战队突围赛的第三轮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四肢战队当中有哪个战队能够获得 自己理想的积分呢 待会儿意见分享 Q星原生好营养 脑力全开势不可挡 各位选手祝你们好运 比赛即将开始 三二一挑战开始 这项目是体力体 给我们看的这个大屏幕还挺友好的 还可以看到这些图像 他们看到的是没有的 对他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就不输入XYZ的 对于在场的选手而言 他们只有输坐标的地方 他们并不像我们观众能够看到一个清晰的画面 甚至还能够看到立体的图形 在他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这个好难呀 装饰是立体的 他里面要改一次呢 每次 这个项目它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更贴近数字记忆的话 那我确实是没有把握 张欣荣很快啊 对啊 张欣荣消除十个 张欣荣很快啊 张欣荣好强啊 位置也很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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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原理很简单 就是记数字 以及记具象图形 当他们合二为一的时候 他的记忆难度和记忆上线就拔高了很多 可以说记忆法基本功越强的选手 可能他们这个项目就越擅长 有失误 阀石了 这个还有阀石 就是他不能错 都有阀石 都有错 做错的那个还挺消磨人的 对对对对 我又打断了你这个回忆一下 其实 张欣荣很快三十个了 张欣荣这把是压分压最多的 对 哪有发誓 其实按理说不应该有那么多失误的 可能跟他们之前比赛的太不一样了 我们的消除是有规则的 必须是可视状态下的这个小立方体 才能够被消除 所以整个比赛来说 应该跟选手以往参加的记忆大赛 有很大的不同 那这些对选手来说 都是非常高的挑战 郭飞荣没想要那么慢 所以郭飞荣这体压一分 可能也是他真的对自己 没有太大信心 这个是真的好难弄 是不是黄静耀他 令愿慢一点也不想发誓 黄静耀应该会越来越快 相信他 挑战开始之后 我打得比较慢 是因为一是记得时间比较长 二是时间比较晚了 对我的体力消耗比较大 王伟志跟张兴荣现在 定驾齐驱了 对 跟一模一样 你看 伟志 伟志快追上张兴荣 加油 加油 王伟志先反超了 90了 伟志好强 他现在第一了 郭飞荣好像一直连错呢 对 他在这个体上卡很久 郭飞荣这个 频繁的试错 我是可以理解的 他可能他那个方法 他就不管他那个 中间空间的问题 就我这两个配对 反正肯定是对的 只是现在不能碰着而已 伟志快起来了 王伟志还是很不错的 好厉害 这真的拉开了 差了100个了 他们一定是方法又不一样 不然不会差这么多 这个可能完全不一样 好 现在形成了两个梯队 对 不过黄敬瑶 现在已经追上郭飞荣 上去了 就哪怕是第三第四 其实也很关念 因为差的分很多 差的分很多 对 他们看不到其他人的进度 其实并不知道 自己的成绩是 处在什么位置 处在什么位置 我觉得你心里有底 你解的快还是慢 对 你老是抱错 五秒五秒五秒的时间不少 郭飞荣是错的最多的 对 我王伟智一半了 是吧 嗯 那刚好一半了 伟智固然又快餐了 加油 加油 哇 现在王伟智遥遥领先 王伟智表现得比较像能完赛 我个人比较擅长的是 高效提取技艺的这个能力 所以就面对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更多的是会把自己 高效提取的这一项目 优势展现出来 好 王伟智三百了 哇 这就差得多了 这就差得多了 这也追不回了 追不回来 追不回来 王伟智已提交答案 结束落答 哎 王伟智结束了 啊 为什么 这就记那么多 哇 他撤下都记不住了吗 你看 他就记到这 他就记到这 他就想的是我先做的一个 我的 我认为我的极限 然后我抢这个时间 嗯 也是一个策略 因为我总共就记了三百二十足 剩下来的一百多个是没有记的 这个东西是推理是推不出来的了 所以说这个直接就是 毫无意义的等待就没有意义了 直接就强答 他这样看还有悬念 这个就有悬念了 对对 这就有悬念了 现在张群荣不是没有机会 对对 张群荣的机会还挺大的 对 张群荣只要不停 他就危险 他就危险 对啊 两百九十八了 张群荣 嗯 三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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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是 这个赛事挺有意思的现在啊 这是王伟智的心才是悬着 对啊 我就说心疼一鸟 等 现在张群荣马上要超过去了 哇 还有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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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真弄不好就卡在这儿了 如果就卡在这儿就绝了 我跟你讲 不会的 我觉得他能过 卡住了 想啊 我在大脑中不仅要消除那些 我记忆的色块 还需要去记忆那些 没有被我消掉的 所以当时消到后面的时候 我的记忆量其实比 二百 我是六对门宝 记忆量更多 我记忆把地点放过来就好了 差一组 我差一组了 三百一十八了 我也想爱啊 过了 过了过了过了 过了过了过了 满超了 时间剩余一小时 还一小时 对 现在还一小时 所以黄敬尧也有机会的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对 但现在悬念就是 黄敬尧跟郭沛 会被超过方位 对对 现在主要看谁是第二 对对对 姚神加油 我觉得黄敬尧虽然解得很艰辛 但还算踏实 对 就是一直在往前走 飞用这个方法 肯定是有问题的 哎呀 要做完了 哇 真的 叹为观止 就是 他可以说 就是一个人的 就是一个人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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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应该是能追回来 追回来很多 王金瑶 318了 超过20 太好了 汪惟芝不看了 闹心啊 无法再看了 下一个悬念是郭飞荣会不会是 我现在就希望郭飞荣赶紧赶上来 郭飞荣差一百是吧 郭飞荣结束作答 郭飞荣结束了 对 那就铁定最后一名了 说明他们就记了这么多 对啊 因为我确实就只找了那么多 对 我就没有再多的可以去消除了 他现在其实已经悬念不大了 对 大家可以看到郭飞荣 虽然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手 但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技艺选手 所以他在做这条题的时候 就很明显 他在短时间之内 他很难补上基本功那一套 把我销了 姚神加油 坚持坚持到最后了 我觉得黄江能做完的 张欣雲在干嘛 可能真的是某一个坐标他记错了 真的卡在那儿 剩余三十分钟 你看还有半小时呢 不是没有时间啊 三十分钟还是有机会的 张欣雲就一直搁这儿卡着呢 就完美 我们就差这几个没记下 哎呀 这比赛是真有悬念的 你说黄静遥有可能还超过张欣雲 对呀 你说这个半小时一百个 也是能力范围以内的事啊 对呀 哎 大哥到家了 还差点追爱内容怎么办 用超能AI助手天工APP 能搜索资料 导入文献提炼总结 还能进行多轮追问 快速得到精准 而使用的建议 快下载这个提高工作 学习效率的好帮手吧 助力宝贝智慧成长的 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提醒您最强大脑 燃烧把大脑精彩 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助力宝贝智慧成长的 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能增能疗能血的 超能AI助手天工APP 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能增能疗能血的 超能AI助手天工APP 特约赞助播出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精彩继续 现在搜索活力一粒小程序 参加QQ星24小时脑力巅峰赛 每周晚8点开始数万奖持 等你脑力换黄金 本节目由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独家冠名播出 您要怎样的脑力潜质 天工APP最强大脑 联合发起的脑力挑战赛 火热进行中 应用市场搜索天工 下载能搜能疗能血的 超能AI助手天工APP 马上解锁你的脑力潜能六维图 三二分钟还是有机会了 张星荣就一直搁这儿卡着呢 就完了 我们就差这几个没继续 哎呀这比赛是真有悬念的 你说黄敬瑶有可能还超过张星荣 对呀你说这个 这个半小时100个 也是能力范围内的事 对呀 加油加油 可是黄敬瑶就要挺快的 嗯 上400了 是吧 当时只剩我和张星荣还没有提交 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是想把自己的答案写好 尽可能多地去消除 完了 黄敬瑶追上来了 是不是他真的要超过去了 黄敬瑶 不会黄敬瑶这个也拿个第一 让他们组有三个第一 嗯 那就可怕 呐 四百零四了 对呀 真的是有机会呀 因为整体来说黄敬瑶是非常匀速的 他就属于那种 你不看他一会吧 他就等多了二三十个 一会多二三十个 看星荣好久没动呢 对 他如果忘记自己消掉过哪些块 对 对 黄敬瑶他现在四眼外清理刚刚记的东西 这个事刚刚能慢慢失了 咋是也失出来了 那他应该就在唇响下来 剩下的是哪四块 很难 确实 哎 哪下 好啊 现在 现在挺似的 嗯 我设计军里一个很好的错练 那行 我看上次方是错了 关心吗 张兴荣已结束作答 作答时间剩余三分钟 哦 张兴荣交了 他已经算是稳定发挥了 当时我还差两队就可以满分 我觉得黄敬瑶的水平 应该也是和我很接近的 时间快用完的时候 我就想我不能再等了 万一一会他比我提前较劲 结果成绩跟我一样的话 那可能我就输了 不知道他回过头去看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就我转过时来发现 他打了488个 所以我就觉得 基本上应该问题不大了 黄敬瑶这会儿 可能以为张庆龙全队 心理战 很难了 这成绩基本确定了 这个就自己节奏了 我们成绩就是488了 做打时间剩余最后一分钟 请选手在时间结束前 务必点击提交按钮 提交按钮 其实敲卷是真正高的 对 要点提交 点提交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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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投入呀 提交吧 10 9 8 黄敬瑶已接受做打 比赛结束 比赛已经结束了 请示威先生到我身边来 Q核心原生好营养 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我们恭喜张兴荣 8的投手 我们先来看一下 7分的排名情况 许瑞航战队本场获得了 10加3 13分 潘子清战队11分 张徐韩宇战队7分 郭飞荣战队1分 张兴荣 这次的表现 为什么这么惊艳 因为我本场投了10分嘛 对啊 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 我是不会投10分的 所以你其实对自己的成绩 还是心里有数的 对 因为这个项目 我也是冲着满分去的 满分是512是吧 对 结果你是508 对 接下来我想问飞荣 你好像对自己的 这一轮比赛的项目 没有太大的把握 你投的是1分 对 因为这个项目 其实是偏记忆数字的 这个我确实不行 我字母和图案 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数字 我是绝对比不过记忆大师的 好 我想问一下静瑶 静瑶你是属于潘子清团队 稳扎稳打 你获得了9分加2分11分 您对自己这一轮的表现满意吗 不太满意 你最理想的分数是多少 我也是希望能达满分 但是呢 在记忆过程和答题过程 都出现一些问题 像记的时候 我采用了没有验证的一个方法 本身我也可以用时间去规划的 就是说规划怎么去削 第一步怎么削 第二步怎么削 本身是可以这样去做的 但是因为没有时间了 就一个都没有规划 明白了 这也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一件事 一共是三个小时的备战时间 但其实这个三个小时怎么规划 是非常重要的 你到底用多长时间来列这个数列 用多少时间再来记这个数列本身 它比记忆之外 又多了一重规划和推理 我觉得这也是大脑比赛的乐趣所在 大家如果比的多的话 会享受这个过程 你其实在不断的挑战自己 其他方面的能力 讲得非常好 其实也把平时训练和积累的本领 亮出来了 是的 这个比赛看着是非常好看的 因为他给人感觉到 好 王伟志跟开着超跑一样 就上路了 一击决神 然后就撞了 对 这后面的黄景瑶 就骑了个自行车 慢慢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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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磕磕慢慢的 一直骑到最后 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记忆题 这个飞龙在前面的比赛里 表演非常的抢眼 所以他的平衣的能力啊 包括这种聪明啊 他都可以在项目里面展现出来 但是这个项目 确实是对于记大师这种基本功 尤其是记数字 纯数字这一块 那我觉得大家就展现给大家看 这个大师的这个力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目前的得分 哦 瑞航他们追上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潘子清战队32分 许瑞航战队20分 张徐涵宇战队20分 郭飞荣战队17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第二名到第四名分数拉得并不开 是的 只有三分之差 所以我相信呢 都还是有机会迎头赶上的 我们三轮挑战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请各位选手回到自己的战区就位 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究竟有哪一支战队能够脱颖而出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主力宝贝智慧成长的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提醒您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精彩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 助力宝贝智慧成长的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独家冠名播出 最强大脑燃烧把大脑精彩继续 QQ星原生好营养助力脑王闪亮登场 本节目由 助力宝贝智慧成长的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主力宝贝智慧成长的QQ星原生营养儿童牛奶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天空APP燃烧把大脑抑制玩具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最强大脑联合电影风神推出联名专场比评 这个到底要怎么记啊 很精细啊 要看郭慧荣能不能够扳回一局了 就前面两题都不对 他拉了十几分呢 这个局势就乱了 战队推赛的最后一轮 刘金昌二十分钟 我没有进展 都跑起来了 随时可能结束比赛 推赛的优胜战队是 下载并登陆荔枝新闻客户端 更多精彩抢先看 本节目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新浪营乐微博中意 新浪中意 来微博专注最强大脑 助力劳力学霸通神 进入最强大脑 参与最强大脑国际赛议测 最终胜利发落之家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中意 新浪中意 欢迎打开网易新闻 新浪新闻 界面新闻 Do News 低点资讯 华语之声 了解节目更多的内容 本节目感谢天异视讯 网易有道词典 有道翻译官 中华万年里 西窗族 CC Paul 对本节目的大力